要输出什么?输出后面的东西的话 那输出的话刚刚是2到33表格先输出 输出完之后的话我希望把刚刚的概念怎么样 再把它2到33转变成为直接去抓它的位置的话 那其实这个概念比较接近什么? 接近那个インドLight函数 インドLight函数实际上就是抓哪一个储存格 那其实跟那个range物件还蛮像的 有没有?range物件呢 刮骨里面有没有?其实也是放一个字串 所以インドLight函数跟range物件 其实在某方面是很相似的 OK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拿刚刚的输出2到33的表格 这一个程序做一些简单的修改 那做哪些修改呢?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一样把它复制贴到底下来 那你们发现我刚刚特别强调 注解前面一定是单引号 步骤放后面 所以这是我个人习惯 1234非常清楚 为什么?因为将来你回头看 你自己看也清楚 你程式给别人的话呢 别人也会知道你程式在写什么 OK所以这是一种写作习惯 这习惯其实还蛮重要的 千万不要胡伦吞找写一大堆 最后你可能自己都看不清楚 看不懂 尽量程式还是要 除了你现在写可以看懂之外 未来你再看也能够看得懂 OK这还蛮重要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刚刚有多做了一个K 就是K把刚刚这一个部分改成K 那刚刚同学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 这个K为什么预设值等于2 这个K等于2实际上就是指的是预设值 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从哪一个值开始输出 那我从2开始 比如说index从1开始 那你就K等于1 OK这个是什么 也许叫预设值 或者也许叫初始值 反正一般习惯的话 我们叫初始值比较OK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什么 初始值也许可以 那尽量就是你做完一个 这个动作之后呢 建议还是加一个初解 不然的话 以后你怕又看不懂 其实当然啦 因为我们现在是我都OK啦 你看自己都看 但是 你还是要顾虑到别人 如果说你这个VBA将来还是会给别人的话 你就是尽量写得清楚越好 可以初解一下 然后再来后面这个地方 我可以把这个程式 如果不删掉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初解 然后这边的话 后面你就是K等于 K 这边 K等于 这个输出等于K 然后后面等于K等于K 加1就可以了 刚刚有提过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输出之后 第一次输出2 再来把它加了1 再把它存到前面 那这个概念的话 记得就是等于累加的意思 那这个部分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来看那个输出栏名 那这个输出栏名部分的话 其实概念跟刚刚这个还蛮像的 只是我在原来的什么呢 把刚刚的程式 直接就是在前面加一个 因为它输出的话是2到33 那如果说我直接在输出的 这个2到33前面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range物件 所以把上面的公式复制贴过来 然后呢 因为呢 我后面2到33是列号 我只要在前面串一个b 再一个and 再空一个就好了 后面再加一个后瓜糊 意思就是说 b栏的哪一列串在后面 一样嘛 只要它遇到and的符号 本来是2到33 自动会帮你把它加上 遇到and之后 会帮你加上前后双引号 跟b串在一起 所以rangeb2就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rangeb2丢到前面 那rangeb2 其实指的就是前面这个 就是入职时间 那这个rangeb3 就是放在后一个储存格 b4 b5 以此类推 所以如果我稍微把它改一下 等于是把刚刚的公式 程式直接复制贴过来 多增加了这个 就完成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k k加1 其实行列只要把它 后面那一串改k也可以 那两种方法 其实哪一种写法 我觉得都ok 那你把它输出一下 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输出 里面是有栏名的部分 ok 那这样的话 它一个一个帮我输出了 那最后的话呢 我要再输出什么 如果我要再输出 那个把前面的栏名去掉的话 那当然我们前面是用一个mid 或者replace 不过replace 在VBA里面的这个函数 replace用法 跟Excel里面不太一样 但mid的一模一样 所以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的那个mid的概念 直接搬到这边来 改一下就好了 那改哪里 我这边demo一下 去除栏名 这样做出来 那基本上的话 里面到底改哪些地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基本上 重点就是 切割那个 这个地方 切割文字 我把那个最下面的地方先删掉 重来 因为上面应该看得懂了 所以刚刚 第一个阶段是输出 2到33 第二阶段是 补一个b欄 rangeb欄的哪一个输出 但是呢 它有 那个前面的栏名 那我要把它删除的话 接下来我要怎么删除 我可以怎么样 在salesitray 里面怎么样 把它盖掉 那用什么盖掉呢 用我串 把它切割完的东西 丢到前面 那切割的概念 跟前面那个 ecell里面蛮像的 用mid mid 前刮壶 那一样嘛 第一个 你的资料 那我的资料就是上面这些 上面这一串 等于是range 其实可以 其实不用 把salesi追放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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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刚刚有那个 有这些 应该 应该是这个 有前面栏位名称的资料 把它放进来 salesi追放进来 逗点 他问你说star number star number 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我上面的栏位名称 上面的这个栏位名称 那我上面栏位名称的话 当然我前面用是len len在VBA里面也叫len 一模一样 没有变 然后什么呢 上面的那一个 那刚刚是D1 有锁第一列 如果说在VBA里面的话 写法我们一样用sales sales瓜糊哪一列 那我一定是固定在D1 所以这个时候呢 请特别注意 你不要打个i 你用1 1的话指的是 我固定在D1 这个概念其实跟锁定蛮像的 逗点哪一栏呢 就这一栏 反正我会跟着4567 4567 所以记得哦 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点像锁D1的话 我们在1前面 那在VBA里面 其实就是直接输出哪一列就好了 这个类似于刚刚的那个概念 就是什么 一个$符号 1嘛 本来是D嘛 OK 有没有 香油填满 这个后面是锁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道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斗点 后面要几个 就是99 OK 所以基本上呢 打完之后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 然后呢 后面还是少一个 LEN的那个后刮户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先输出 一个 然后呢 再利用切割 切割完之后 再一样丢到同样的储存格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假设我们这个地方 加了这一行之后呢 再输出 那我们可以看到 假设输出 它一样输出 然后呢 再切割之后再丢回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D2里面的资料 输出是这样子 这个 下一行的话 就是切割之后 所以切割的话 就是把前面东西切割开来 留下后面的部分 所以下一行F8 OK 但是好像少了两个字 有没有 因为我刚刚怎么样 少了这个 LEN 再加上两个字 有没有 其实逻辑跟刚刚一样 所以怎么办呢 倒测一下 拉回去 那VBA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 它程式如果跑过去了 如果你在中段模式下 你可以再往上拉 然后再执行一次看看 这个刚刚不OK F8 OK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它就输出了 应该是正确日期 而且 VBA输出 它有一个 特别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输出的字串 假如它中间会有这种分隔线 是这个斜线 斜线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把里面的资料 本来是文字 自动也帮你把它改成日期 日期格式 它会自动转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可能还稍微注意 其他都一样 所以把它全部执行 这边中段点拿掉 好了 执行 OK 那你会发现 它就很 听话的帮你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分割 并且放在指定的储存格里 最后当然就是多增加一个清除 清除的话 我们前面好像有讲过 你可以用range的方式来清除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用range D2 D2 到G G 应该是多少 反正我给它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G19 点 后面加一个 点Clear Contents 就可以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呢 就是全部的做清楚 OK 那我们就完成这一题练习 所以最后看到的结果 我是希望说 1 可以先 输出什么 输出里面 它这边因为格式变成日期 所以 我先把它改为通用 1 先输出2到33的表格 2 再输出有栏名 3 输出没有栏名 4 做清除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一个cycle 那当然最后其实 上面两个按钮是多的啦 不过 等于我们至少 可以 把前面的演练一遍 底下其实我还有多一个按钮 合并为单栏 合并为单栏的话就是 按下它 它可以再帮我把 刚刚这些呢 又合并成为单栏 把它置装好了 看起来会比较OK 这边 全部又把它合并回 合并为单栏 我这个 好像讲义里面没有啦 我是多写出来的 如果 可以的话 当然这边 有蛮多可以去做一些 变化的地方 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是 输出2到33 输出有栏名 去除